网络热门显然求植物推荐 秀爽月 仙人球是一种多肉 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 它的名字来源于球形的外形 以及神秘的魅力 据推测仙人球最早出现于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秘鲁和智能一代 由当地的原住民首先发现和栽培 后来仙人球在墨西哥和美洲其他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分布和栽培 成为了当地居民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 现在仙人球已经传到了世界各地 成为了很多人都喜欢的盆栽植物 那么今天咱们要讲的这颗龙爪球鼠的成员依然是比较小众的 叫做秋双域 秋双域密属于仙人掌科龙爪球鼠 有资料表明秋双域已经合并到了妖鬼域 即龙爪球鼠妖鬼域 该鼠的名称是来源于智尼阿塔卡玛地区的波皮亚波市 该城市已经发展为开发区的中心城市 相反物种名称 Garden Floria指的是它大而华丽的花朵 它的拉丁文意思为大花蔷薇开大花的植物 这种花比球体本身越宽或者是越小 这使得这种仙长非常受到波肉爱好者的喜欢 秋双域呈球形 体色为绿色 表面呈棱状 它的棱面犹如羊潮般从上而下一条排列 每个棱面顶端有黑色的刺 下即为它的生长剂 开黄色的花 秋双域的种子发芽率很高 生长也是比较快的 有人用这个物种来作为真木 来嫁接其他的龙爪球 秋双域对于阳光的要求非常的高 如果缺光会导致它涂涨 影响它的美观 这种植物不耐寒 冬季要保持干燥 月冬最好是在10度左右 凝度之下会容易产生问题 它的生长剂是在夏季 夏季可以多浇水 浇水量养殖依介质而定 没干透之前则不要浇水 但是它又不耐夏季的高温 夏季需要遮阴引力于降低气温 不让这个被烈日被灼伤或者是致死 这种植物产地于智利 在潘德阿族卡尔和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 阿塔卡尔省的奇峰桥之间 在艾斯维达附近可以找到这个地区 生长在山坡以及山谷之间 海拔50至850米的这个海拔区间 它的气候属于亚热带气候 但全年的气温非常的适中 常年在11到19度之间 最低平均气温为12.3度 最高气温为19.3度 然而它冬季的夜晚可能会更冷 因此秋双玉在春还有秋 还有夏季初的这种生长是最为适合的 秋双玉与龙牙玉同源长得非常的相似 据推测两者仅代表同一物种的变异的极端 龙爪玉要比这个秋双玉要更小一些 是龙牙玉要比秋双玉要更小一些 更绿色的球体以及更加大的花而著称 植物学家莱伯特认为秋双玉接近飘涌丸 后者则生长在查拿尔以北地区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秋双玉则是一种小型的仙长 它的大而华丽的花朵在多肉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它的直径可达12厘米高格达10厘米左右 呈球形或略圆布形 通常是群生直径可达60厘米 当在小盆种植时它可以保持孤独 它的根部会肿胀 它的根非常的强壮 以储存水分和养分 而在原产地阿塔卡玛沙漠的困难干燥的条件下 它的净的颜色从橄榄色到淡绿色不等 可能会显示出灰色的蜡质层表象 这是一种净化装置 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铺过表面的水分损失 和达到防晒的作用 防止植物被晒干 而在家庭养殖中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 因为栽培条件远不如野生栖息地这么苛刻 它的颈几乎像所有的仙长一样 分为内骨状排列 在秋双玉的这种内骨 通常是12到15条 有缺口节节的圆形 每个节节上有一个乳蕴 这乳蕴被称为刺座 是仙长的典型特征 使仙长具备生成刺的能力 在秋双玉上面 它的刺座是椭圆形的 直径约2毫米左右 它的刺长约4毫米 直径10毫米 它成为这种白色或羊毛白色 后为灰色 最终会无毛 它的刺为放射状 和还有这个中央刺组成 前者向各个方向成放射状 后者向外 径向刺多达10个 长1至3厘米 开始为中色至黑色 摔老时为灰色和白色 或者是羊毛白色 它的中间刺 与它的各方向的放射刺相同 但比它们要长5毫米到1厘米左右 在春季开花时 它的花索可以达到6厘米 为黄色 这就是它成为高登丰雷亚的原因 就是大花的意思 它的花瓣又是亮黄色 成那种金属色的颜色 也可能在外部 以这种红色的掉掉 非常的漂亮 这种花并不难栽培 尽管它是一个生长缓慢的物种 但它在龙爪球里面 生长的并不缓慢 前面说了 可以用它作为 嫁接其他龙爪球的真木 可以想象到 它的耐力还是比较足的 因为它具有非常强壮的根部 可以更好吸收养分 把它放到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 但不要一直暴露在阳光之下 避免一天中最热的地方 最好是选择清晨或傍晚的阳光 在栽培条件中 我们应保持在10度的最低温度下 因为它经不起霜冻 可以耐受较低的温度 你可以把它在寒冷的季节 拿到污泥养 保持它盆土的干燥 避免大气潮湿 变成这个变得腐烂 黑腐 尽可能把它放到通风的地方 夏季每周浇水 每次浇灌要看土的是否干枯 在春秋 每当机制干燥时 不经常 但要大量的浇水 相反在冬季 应避免任何的浇灌 这个就是像秋生育的繁殖 主要通过种子 或者是该侧芽进行繁殖 也可以把这个植物放到 也可以通过嫁接 以提高它的生长速度 在春期和夏季 将它的侧芽取下 伤口干枯之后 然后放到这个盆土里面去发温 因为期间要保持机制的湿润 温度要高于20度 它这个发生会比较快一些 种子则会在20到27度的温度下 大约一周内发芽 在花盆上方放一块玻璃或者塑料布 在幼苗发芽之后 将其取出会更好一些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觉得小新节目非常有意思 欢迎一键三连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多肉植物 快根植物仙人球的这个视频 欢迎 请关注我吧 好吧 然后我昨天看我的那个多肉植物的视频 数据不是很好 那么看来以后多肉的话 就尽量少做多做这个仙球和快根的 如果你有想了解的植物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尽力的去收集 那我们下期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强